其實這個事情最關鍵的要追溯到源頭 22年前他母親是如何死的 因為如果真的是有如此大的冤仇 那他今天的舉動就是很多人認為是合理的 所以現在就是有兩個版本 橫河先生您可能已經注意到 就是有官方拿出當年的判決書 那麼判決書上說他母親先挑釁 然後又還動手 但是在一些其他的陸媒的報導中採訪了他的家人 是給的完全不同的版本 請您談一下這兩個版本的不同 另外就是您認為哪一個更可信 現在那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官方把當時的判決書拿出來了 那麼當時其實這個事情之所以引發到今天 就是對當時的判決不滿 如果說當時的判決是比較公正的話 那麼人們不會去等這麼久去報一個這麼樣的仇 所以很可能當時的判決本身就有問題 當然有一種說法 說他家老大當時是鄉長 現在替他們辯解的這方說呢 說他那時候不是鄉長是剛剛進入鄉政府工作 好這其實已經證明了一點 就在這個農村裡面啊 進了鄉政府工作和普通的農民是完全不在同一個地位上的 所以他一定會得到公安府某些幫助或者是這個勢力範圍的幫助 儘管他自己可能也是屬於比較底層的 這是這是我的判斷啊 那麼現在呢主要是見面的一篇文章 就採訪了一個 知情人 那麼所謂知情人 對還是張可可的朋友 那個說法呢就完全是替官方在背書 那麼這個說法可能性非常非常小 因為他有很多細節太詳細了 這種只有當事人才知道的誰操誰脫一口口水啊 然後怎麼樣用這個棍子怎麼打 這個就是當事人為什麼能記二十多年 因為這個永遠不會忘記掉的 但是旁邊的人能夠記這麼多 而且每一個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候難道你都在旁邊嗎 從這點來看的話就知道這個人實際上是編出來一個故事 讓他去講的或者就是乾脆編出來 讓就是就告訴他你就要講這個故事就完了 所以沒有辦法讓他相信讓人們相信的就是 他實在是沒法理解就是說當時怎麼會有這麼一個目擊者 把所有的事件一直到這一次回去殺人 好像每個事件他都必須在旁邊 而且都看得清清楚楚比當事人還要清楚 那另外一邊說法呢就比較合理 就算你要合情合理嘛是要合理 現在我們不知道這個情況 那麼如果說是官方說什麼話或者是當事人說什麼話 如果都不能夠讓大家相信的話 那麼最好呢是有一個有一個第三方 可以介入調查現在一個律師介入進去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就是說他可以查當年的這些卷宗 然後呢進行深入調查把當時的情況 把它翻出來 但是不管怎麼說吧 你一家四個男人 打人家一個女的 不管人家怎麼先挑釁 這也是不對的 這個從任何角度上來都是不對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就是這個受害者家人的 他姐姐嘛 張扣克的姐姐 所說的這個過程 和 其他的採訪的村裡一些人的說法 是更合情合理 凡是跟中共司法打個交道的 坐個牢的 或者是 過過那些堂的人都知道中共的司法有多黑暗 非常黑暗 這個裏邊 涉及官商交易 涉及是拿錢來打理 在背後打理的 這個案子裏面 那麼涉及了很多 比如說一些可疑的一點 其中一個可疑點 就是說 這個王家本來是老二 說是致命一擊 把這個張家的母親給打死 但是後來這個 這個為了推責 就推到一個所謂未成年的老三頭上 說老三只有17歲 就推到老三頭上 老三17歲 就給判了7年 判了7年 但是只做了3年被釋放 這裡面都涉及 根據我對中共牢獄的理解 我當時在看守所 勞教廠這些都呆過 那裡邊的拿錢來這個買同官 官府的 多得不得了 可以說這王家 聽說是在當地算是一個 算是一個一霸吧 這個大兒子還是一個 相關什麼的 可能又比較有勢力 對有勢力的一家 而且幾個兒子嘛 人家家裡是兩個幼小的一個 姐弟兩個很幼小 他們家都是 五大三處的男人 所以這一家極可能拿錢打點官府 所以官府一個是 抓住老三的親派 拿老三的親派 其他人放過 而老三親派之後 7年為什麼只做了3年 這也是個問題 再一個最後這個 這個案子裡面說賠償了20多萬 但是真正落實到 張家只有1500元 他其實索賠 結果判給他只有9000多 對 到他手裡 他們號稱用了很多上賬費 但張家說你究竟花多少上賬費 不知道 你自己說王家說 說這本就王家說一個版本 張家說一個版本 這顯然肯定是不一樣 王家肯定替他自己辯護 那張家是受害者 張家有自己的版本 同樣媒體有兩個版本 一個越官方 越標準的官媒 他越是 就是針對這個 對張科科不利 但是越接近民間的媒體 你看就越接近民間的那個 說法 是同樣 網上的輿論是一邊倒的 就是這個 為這個張科科點贊 因為你當年的判決就是 一大堆烏龍 可以說是一大堆烏龍 你不查 現在必須把這個 就案查清楚 如果這個案子真正要得 公正的一個 客觀的解讀 或者一個 一個結果的話 必須把當年的案子拿出來重審 究竟誰是兇手 究竟裡面有沒有影棉 有沒有這個官商勾結 有沒有這個送錢打理 在廣東我知道的官商打理 動不動那個犯人 在我身邊講說 哎呀我家誰人 誰人就死的人 死的人就是有關係 所以什麼 我親眼看見幾個事情 一個毒販 200多公斤的毒販 犯了 沒死 判個有期徒刑 在中國就說你 差不多是一斤或者半公斤 你就可以判死刑 販毒的 200多公斤的販毒分子沒死 但是一個在貴州 就在我旁邊的一個貴州的 一個孩子 大概16、7歲摸包400元 就被處死 嚴打 就湊夠名額 他必須 嚴打湊名額 比如今年 五一節殺20個 或十一節殺40個 他就給湊吧 外地人拿去湊得殺了 當地的廣州人都能夠 弄過錢就打理關係的 該殺不殺 就非常黑暗 我堅決的相信 這個案子的上次判決絕對不公 導致這個仇殺 活該 而且這裡面還有重大的情節 你們為什麼在街上 解剖人家母親的屍體 這個是官方犯下的 這個大罪 你對周圍的人 周圍的小劇 很多小孩看了幾櫃睡不著覺 總惡夢 你對小孩造成多大的心靈創傷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 這是一個什麼社會 是人間地獄嗎 簡直是 你人家一個母親被打死 你要把母親在街上 解剖屍體 當家把腦袋打開 把腦袋合上 而且所有人都圍觀 連這個13歲的南海 進進出出也圍觀 是多麼恐懼啊 一個文明社會 絕對要避免的 你念詩有念詩的地方 你法醫有法醫的地方 為什麼陝西漢中這個地方野蠻到那個地步 把人家的母親放在街上 當街在那念詩 說這樣的 這個可以說家中的仇恨陰影 不要說是仇殺了 你就不利於這個孩子的心理成長 不利於周圍人的心理健康 說這件事情是必然發生的 說這件事回過頭來就說 這個 這個有的媒體千方百地想 不要指向共產黨 不要指向制度 恰恰就是共產黨 恰恰就是這個制度 造成了這麼巨大的一個悲劇